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心 有妈妈 我来搞定 说完这句话 我还是压力很大 因为当时离美国春季招生已经快截止了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一无所知 所以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找一个中介来帮我们 从网上看了一些排名靠前的中介 打过电话去咨询 主要是费用太高 一般的服务五万八 高级服务十六万八 我在想 只有多难啊 还是自己来吧 于是鲁起袖子就自己来 那于是真的鲁起袖子自己去找了些资料 发现真的也没多难 任何人都是可以自己通过填表提交申请 然后跟进录取就可以了 就可以省下五万八和十六万八 而且有一个好处是 当我儿子现在已经在美国的大学 那他希望两年以后要转到一个更理想的大学的时候 他完全知道要怎么操作 身边的同学大多数都是有中介帮忙申请的大学 对这个过程步骤完全不了解 所以纷纷的跟我儿子讲 到时候你要转学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 所以接下来我就手把手的带大家走一遍 如何申请美国大学DIY全攻略 有了这个攻略 我相信你也能省下最少五万八 我们先看一下有几个硬条件 有几个分数 第一个分数就是SAT 第二个分数就是GPA 第三如果是非母语国家的学生还要求托福的成绩 SAT就是美国标准考试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高考 学校录取学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 还需要有GPA的成绩 是整个高中时期的平均成绩 每一个学期包括在寒暑假 如果有补课成绩要算上的平均分 英语是非母语国家的学生还要提供语言成绩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托福 我儿子是在上海的美国国际学校读的书 是属于WASC联盟的学校 就是美国西部学校教育联盟 在这个学校联盟的学生可以免托福的成绩 所以我儿子当时已经有了SAT成绩和GPA的两门成绩 这样的话其实对后来也省了很多的力气 那接下来就是我儿子最焦虑的如何选择学校 当时他有一些同学和学长好朋友已经去了美国 大多数都是在加州读书 所以去加州也是他的理想 在那里不但可以读书 还可以会会以前的好朋友 具体要上哪一所学校呢 这也是儿子当时求助的原因之一 我们找到了一个网站USnews.com 这里有全美高校的排名 我们付了一个月的会费 就可以做一些很好的筛选和搜索 输入SATGPA的成绩 还有预算 理想的区域 这些筛选条件以后 网站就会从符合到不符合 有一系列的列表 这样就大大的缩小了筛选的范围 我们根据网站推选的结果 把一些理想的学校放在备选池里 我们再把备选池里的学校 拿出来一一做比对 这个网站可以提供很多的筛选条件和维度 例如学校的规模 学校的课长科目 教职人员和学生的比例 学费 国际学生所占的比例 以及安全指数 那根据这些筛选条件 我们一共筛选出来11家学校 有7家比较不实行的学校 就是根据我们的成绩和预算 估计是能达得到的学校 还有4家理想型的学校 就是孩子们的一些梦想学校 学校筛选好了 接下来就是申请阶段 有的学校只接受在官网上的申请 有的学校是接受common app的申请 只要进入申请列表 一一按照所需要的内容填写就好 最初是些基本信息 姓名 所在的学校 GPA的成绩 SAT的成绩 那接下来就是会有 在以往的学校 有没有受过奖励 有没有拿到过奖 有没有参加过社会活动 好在我儿子 从高中二年级开始 每个学期都会拿到 first honor的这样的奖励回家 另外他也参加了学校的一些音乐比赛 也拿过奖杯和奖状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内容 我们都会把它填写在申请的简历里面 还有一项内容是课外活动 这项也很重要 儿子也有跟我去外面参加过一些社区的活动 还有学校也组织过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例如有去上海的天马山民工子弟学校 教小孩子们英语 也有去过深圳海滩做一些环保公益类的活动 在这些内容都填写好了以后 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写小短文 就是essay 我们也去网上去搜索了一些essay的很好的范围 发现了有个套路和规律 好的essay基本都是讲一个个人的故事 最后再把它深化到一个比较高的价值上面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讲故事上价值 这对于我来说就太擅长了 我一直都是在做市场营销类的工作 讲故事 这不是我最拿手的吗 于是我跟儿子两个人 我们俩就头脑风暴了一下 看他以往的经历有哪些有故事点 而且容易跟主流的价值相结合 经过我们的一番讨论 我们写出了五个essay 第一个故事是跟个人求学成长相关 我的孩子在初中和高一 成绩并不好 是在班里的最后几名 在高三高四的时候 就成为了班里的佼佼者 这里面有学校的奴隶 也有他自己的奴隶 所以他讲了一个怎么样 学渣成为学霸逆袭的这样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讲了自己 对于多元文化的认识和体验 因为我的孩子会讲三种语言 中文是母语 在国际学校英语也是讲得很好 另外还他自己看动漫和教日本的朋友 他也自学了很好的日语 通过不同的语言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这是他的体会 第三个故事是跟自己的特长相关 儿子会说三种语言会两种乐器 而且自学了编程 但是他都没有觉得这是他的才能 他觉得他的才能是从事情中找出规律 凡是找出了规律 就让学习的过程变得轻松简单和有趣 第四个故事是关于自己参与一些社会活动的体验 第五个故事我也觉得是最动人的一个故事 这是关于职业理想的故事 有一个主题是你对未来的职业有什么期待 儿子写的 我对职业的构想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计算机工程的原因 因为他非常熟练的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 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例如他可以让Siri叫他起床 提醒他做任何的事情 也可以让他的Mac帮他做作业 他躺在床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Mac电脑 Mac就可以整理成一篇文档 他稍作修改就可以发邮件给老师 完成了当天的作业 但是他的外婆 也就是我的妈妈 今年七十多岁 还经常对智能手机用起来还是很困惑 他还是会经常怀念以前的键盘式的电话 所以儿子在想 如果是这些电子设备能让这样的老人间 也能用起来很自如就好了 也能听得懂像我们妈这种方言很重的语言就好了 有一年暑假 儿子获得了一个临时的工作 是阿里巴巴的智能团队 在各地收集人在语言发音 所以儿子就参与了这个项目 花了一天多的时间 录制了800多个语句 这样可以通过很多人的发音 提高语音的辨识度 所以儿子在想 其实他的理想已经有很多工程师在做着 所以这就是他的理想 为什么他想做计算机工程 因为他希望科技让大家的生活都更美好 希望不但能帮到年轻人 也可以帮到老人家 让他们的生活更便利 真正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和红利 就这样我们在11月30号之前 就完成了所有的申请工作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就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学校 发过而来的反馈邮件 通常都是会提供一个内网的链接 一个账号和一个初始密码 登陆进去以后 就可以查看申请的进程 而且还需要按照要求补交材料 大多数都是要求补交成绩单 有的学校是需要印刷版的成绩单 通过学校快递送到美国的大学 有的是需要学校的邮箱 把成绩单发给学校 学校还会要求SAT的成绩 需要我们登陆Collegeboard 付一定的费用 按照学校的编码 由Collegeboard这个平台 直接把SAT所有考试成绩 提交给学校 学校通常也会提供一个 招生负责人的联络人 有问题可以写邮件 给招生办的人 通常得到的回复也都很快 有的学校对中国的学生 还特别的友好 开通了微信 通过微信 也可以直接的联络学校招生办 回复也非常的及时 而且这些招生办的人员 通常也都是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的留学生 有在帮忙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也就是在12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收到了第一封录取邮件 当时有看到Congratulations 为标题的邮件 打开了以后 还有满天的散花 当时是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接下来陆陆续续学校的邮件就来了 到三月底的时候 所有学校的反馈就来了 有被录取 或者是很遗憾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录取你的邮件 就这样 我儿子在所有录取的学校里面 选择了一个排名最高的学校 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后 选定了学校 就要写邮件给学校 表示接受这样的录取 请学校要提供I20文件 这也是申请美国的签证的一个重要的文件 那接下来我们拿到了I20 也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2019年8月份 我儿子去了美国 但是去到以后 他发现他所选的学校 在这个领域的专业并不是最强 所以他打算在两年以后 转到专业更强的学校 这时候自己申请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完全都是自己做所有的工作 所以对于转学 自然也是轻车熟路 而且在当地有了更多的信息 这时候他身边的小伙伴也纷纷围了过来 表示如果两年以后他要转学 要带上他们 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自然空了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做视频的原因 因为我想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想法和生活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的视频 订阅转发关注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还刚刚起步 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